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这个时长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按照我在人类社会中行走得到的经验来看 这段时间不算太长 如果电子设备损坏严重 或是维修者并不熟悉相对型号的机器 维修的时间便会被延长 这是很常见的情况 我们得出去找他 这里情况特殊 即使没有遇到屠夫 也有可能有其他的麻烦 十四行师 你与牙仙女士留在房间里确保安全 我和恐怖通出去寻找Jason 无论我们是否发现了Jason 都会在五分钟内返回 如果五分钟后 你们并未返回呢 那就说明这里不是恐怖通口中 落单必定遇难的恐怖片 到时候 请尽快带着所有人撤离营地 并联系救援 是Jason 是Jason 他修好了这里的灯 我真的受不了了 这个鬼地方 这个鬼地方 我一秒钟也待不下去了 收拾东西 我们不拍那部电影了 都给我上车 我们现在就走 不要冲动 先消失的是落单的人 第二则是失败的逃亡者 现在我们必须尽可能集体行动 退一步说 一切奇怪的事情都是从这场雨开始的 你不该贸然地闯入雨中 我记得天气预报说 今日本地区并无降雨 和Zeno少年军的故事一样 我们遇上真家伙了 Zeno 你是说 Zeno军备学院 你知道Zeno 小镇里也有关于Zeno的传说吗 他们以前在这儿生活过 那时候他们就住在这个木屋里 够了 别再说了 Annie 远离那些人 我们要走了 Michael先生 我们应该相信Vartin小姐他们 留在这里 如果Rod可以是假扮的 你们为什么不可能 是这个营地弄出来的幻觉呢 你们看起来正常 就像是 就像是任何应该出现在这里的正常人一样 出现在我们身边 潜入我们之间 请冷静下来 回想一下 我们一路上都在提供帮助 我不会再被蒙骗了 我会开枪的 别靠过来 就像杰森说的一样 神秘学家都是疯子 我不会让你们上我的车 你们就在这里等死吧 该死 你们怎么可以抛下我 金蜜儿小姐 等等 不能让他们就这样出去 快追 糟糕 外面太黑了 什么都看不清 迈克先生应该是开着车离开了 可是金蜜儿小姐 怎么也一眨眼就不见了 南方 车遮和脚印都向着南方去了 这里还有魔精的抓痕 他们很可能已经遇到了危险 我们得加快脚步 在这边 我找到他了 救 救命 金蜜儿小姐 不要挣扎 我们立刻就来救你 杨仙女士 恐不通 跟上他们 这里就交给我和神四行尸 你们要小心 他并不好对付 如果需要的话 就用这个 这场雨治好了他的伤 让他变得更加强壮 难以对付 愿和平与我们同在 那么更加强壮